屋頂漏水是十萬火雞 不能等待的事情 這個是昨天晚上的視頻 漏水的位置剛好在浴盆的上方 上面剛好是二樓衛生間淋浴位置 所以當二樓有人洗澡的時候 一樓衛生間就好像下大雨 現在在漏水的地方開了一個洞 很顯然的看到這裡有水珠 這個應該是浴盆的下水管 上到梯子上更清楚的看到水的痕跡 現在我們就來到二樓的衛生間 二樓從表面上來看什麼事情都沒發生 沒有任何漏水的跡象 現在我們準備把水淋開 然後到下面去看一下有什麼事情發生 這是開了水之後浴盆下水管的情況 果然水漏得很厲害 現在回到二樓衛生間 準備把浴缸排水器和浴缸移出器都換掉 這個是雙頭浴缸排水扳手 現在需要這個工具來拆除掉 舊的浴缸排水缸圈 舊的排水缸很緊 要拆除它還不容易 現在就借助扳手或者是這個改刀把它拎開 本來這個排水圈上面還有一個排水塞 但是可能租客先它漏水慢給拿掉了 這個套件的英文是Bephtha Dream Star Burkate 現在舊的排水缸圈就拿出來了 裡面還有一個塑料墊圈 要把它取出來然後換上新的 好了現在終於取出來了 這個包裝就是新買的浴缸移出和浴缸排水配件 稍微清潔一下 現在這個是新買的塑料墊圈 用它換掉舊的那一個 這個是排水管粒子 現在拿出來一些把它搓成條 然後把它放在新買的排水缸圈上面 然後把它放在新買的排水缸圈上面 因為這個排水圈是不是剛做的 浴缸是Farberglass 也就是玻璃纖維做的 這兩種材料都非常的硬 用排水管粒子放在中間 就可以堵住這兩者相結合部位最細小的縫斜 現在用排水搬手把排水勾力器擰緊 在浴缸上面 這個零件英文叫Bevta Dream Shoe 質疑就是浴缸排水鞋 我把它叫成浴缸排水缸圈 我們買的是套件 所以跟著它的還有一個Bevta Dream Stubber 就是浴缸排水塞 但是這一次我們不準備放了 因為這個排水塞放了很多次都被拿掉了 安裝這個排水圈的時候一定要擰緊 浴缸排水圈安好過後 現在就要把浴缸的移水器給拆除 用普通改刀就可以拆除 這個是新買的移除器 大家看到沒有 在這個移除器的下半部 它是有一個缺口的 當浴缸的水到了一定高度 它就會移出去從這個地方 在安裝移除器的時候 把有缺口的部位放在下方 然後用改刀把它擰緊就好了 擰緊之後 在移除器的邊緣打一層防水膠 下面的排水過濾器 因為放了荔枝 所以就不用打膠了 打膠只打上半部 不要打下半部 下半部要用了移水的 現在排水圈和排水溢出都安好了 我們沒有放排水塞 我們order了Bevta Dreams Drainer 一根排水過濾器 等它到貨了過後 我們就把它安裝上去 現在順便給朋友們介紹一下 餘感有例文怎麼辦呢 這個是Fiber Gas Resin 中文叫玻璃纤維素質 這個叫Fiber Gas Resin-Niger Hardener 中文叫玻璃纤維素質液體固化劑 這個是Fiber Gas Gas 中文叫玻璃纤維布 用玻璃纤維素質 和玻璃纤維素質液體硬化劑 這兩種液體對在一起 在有內文的地方 塗上這個調和劑 然後上面放上玻璃纤維布 在玻璃纤維布上面 再次塗上配好的調和劑 就是朋友們現在看到的那一團 現在看起來很難看 因為它還沒有塗 refinish paint 就是修補期 將來塗上修補期過後 它就會跟浴缸一個顏色了 現在就給朋友們介紹一下 玻璃纤維素質和液體硬化劑 怎樣調和的 在調和之前 要先搖動一下 玻璃纤維素質 然後倒在一個小盒子裡面 今天因為要展示給朋友們看 所以倒的量還是比較多 因為今天並沒有做真正的修補 這個是玻璃纤維素質液體硬化劑 現在要把它倒一些進去 這個的量其實就是滴幾滴 然後用刷子把兩種液體調和均勻 調好之後就像這樣子 直接塗在有裂紋的地方 在塗之前最好用沙子 塗一下有裂紋的地方 讓表面比較粗糙 修補裂紋的話就是 塗上這種液體 然後在這個液體上面 再放上玻璃纤維布 然後在玻璃纤維布上面 又塗上這個塗料 這樣補好了過後 可以等待一段時間 最後根據浴盆的顏色 選擇修補齐的顏色 塗上之後就完工了 還是言歸正傳 再換好了浴缸移除 和浴缸排水套進過後 這個浴缸當天不能用 已經過去一周了 二樓的排水下水管 再也沒有漏了 一樓衛生間的森林已經修好了 二樓的浴缸排水管理器也安裝好了 謝謝觀看